接下来就是我们用一个化学反应或者是相变化来跟它做一个例 进一步说明 希望可以让大家更了解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反应物A反应跟B反应完之后 就会产生生成物C跟D 那我们如果把这个反应的X轴是它的反应的coordinate 就是反应的轴 然后Y轴的话是它的giftry energy 那我可以看到我的反应物的total的giftry energy在这 然后我的生成物的giftry energy在3号这里 然后这中间呢大家可以看到能量会增加 就是有一个energy barrier或activation energy 中间有一个X star会产生一个X star这个中间产物 所以就是说就这个图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发觉到我的A跟B的反应物跟生成物的能量比的话 生成物的C跟D的giftry energy事实上是比较低的 那中间就会可以看到说 它需要先克服一个energy barrier之后 它才能到这个比较低的生成物这里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主要判定说这个A跟B会不会变成C跟D呢 怎么判定 或是你可以藉由这个图有confirm这件事吗 有啊 为什么 因为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 我的生成物就我的产物的能量 事实上是比我的反应物还要低的 就热力学的观点来讲 Delta g小于0 因为这个点叫做就是负的嘛 它事实上是热力学的favorable 也就是说就热力学的观点 我可以知道这件事情怎样会发生 因为Delta g小于0 因为系统已经走向能量越低越好 所以这个反应是会发生的 这是热力学告诉你 对不对 那动力学呢 决定这件事情反应发生的快嘛 事实上主角在于这个energy barrier的高低 所以如果这个energy barrier比较小 那它就比较容易发生 反应数据就比较快 这样给大家一个概念是说 我可以借由热力学的这个Delta g 来判定这个反应发生 会不会发生 但速率其实会决定在这个energy barrier 或是activation energy上面 好 然后接下来就我们要进步讲 kinetics这件事 动力学这件事 已经有一些概念说 动力学事实上会跟 这个activation energy事实上是有关的 对不对 那我们其实前面有讲到说 你可以想 前面好像有在到处 不同路径这件事 所以其实不同路径在这里就会是 不同的路径就可能有不同的activation energy 对不对 那它们就会造就伴随不同的反应数据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动力学在课本上面给的定义 动力学 kinetics呢 因为它在 它到底是什么 然后它需要做一些怎么样的假设 我们才能算这个反应这个动力学的发生到底是快还是慢 所以大家要记得用就是银光笔画一下 我们必须要假设local thermodynamic equipment 那为什么要假设这个呢 因为我们在讲动力学的时候 我们如果真的要预测它的话 我们都会用energy state function 就前面的state function的变化量 但这时候你就会心里有个纠葛 因为我们前面在推导state function的时候 energy state function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用的是 热力学的平衡状态 对不对 所以我们才能推导state function 但其实动力学它是一个一直在变动的过程 它是一个动的过程 所以它严格来说 非常非常非常严格来说 它其实不能用energy state function 我们derived from based on那个thermodynamic 但为了要可以预测我整个反应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假设 叫做local thermodynamic equipment 然后做了这样子 很局部热力学平衡的假设的时候 我就可以用我在热力学推得的所有的energy state function 就可以拿来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假设它的原因 所以虽然它是个动的过程 但我就是看那个moment 那个局部事实上它是热力学平衡的 所以动力学 把它就是定义的话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rate of state function evolution 也就是说我的state function变化速率 那这个state function包含free energy 刚刚的free energy the energy state function 或是entropy的变化量 那这些变化量 energy或是entropy 都是因为我的系统里面的尺寸 成分或是晶体的结构有改变 造就了free energy 去entropy的改变 那这个过程 这个动态过程 都是Kinesis所在意 想要算的 那它怎么算 它就 因为它就要state function算 那state function就刚刚提到 为什么 因为state function 不管是哪一个 我们都当初推导它 出来都是在假设在平衡状态 为了我们想要 可以算它 所以我们才会假设它是局部的 局部区的local equipment 这样可以吗 那如果要更精准描述 动力学的过程的话 它就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它是一个偏离平衡状态 到平衡状态的这个过程 就是我们的kinetics process 那它在从偏离平衡状态 到平衡状态 它选择哪一条路径 跟它伴随着发生的速度 是我们所在意的 那什么东西会改变 这个kinetics的 这个动力 这个反应 kinetics process 反应的速度呢 那当然大家都知道 我们可以用 rate of state function的改变来 就是来描述它 但什么东西可以 让这个动力学的反应 到底是快一点或慢一点呢 有两个很重要的parameter 一个我们叫它做driving force 就是说它的 因为它既然是个动态过程 所以一定有力 所以才会让它变动 所以第一个叫driving force 那它的大小 跟它施给的时间 就很重要 然后第二个就是 惯性 inertia or mobility of the system 也就是说系统的惯性 跟它的mobility 那mobility你去谈的话 基本上是单位力 施与单位力 只有这个东西 这个系统的速度 所以其实就跟inertia的概念 是很接近 因为inertia就是惯性嘛 就是说如果这个惯性比较大话 你推动它 你用同样的力 推动一个 关系比较大的东西 它就会走得比较慢 那反之 你用一样的力 推动一个比较小的东西 它就走比较快 所以这就是inertia关系 所以影响一个动力学process的话 基本上有driving force 跟system of inertia 那我可以再举个例子说 为什么两个你都需要考量 像是我们把 我们举一个就是trunk 跟sport car作为例子 如果我用同样的 就是同样的引擎 同样拥有一样的 马力的引擎 装在卡车跟跑车上面 那它的引擎是一样 所以它的driving force 事实上是一样 但这两台 跑起来是一样快吗 大家都知道不一样 因为跑车跑得比较快 为什么 因为跑车的system of inertia 比较小 所以这个例子 就是告诉大家说 你在判定一个kinetics 发生的快慢的时候 你不能只看driving force 你还需要看system inertia 或是mobility of a system 好吧 所以它都会影响 那接下来我们有三个例子 三个很典型的kinetic process 是在材料里面常发生的 第一个是melting 第二个是creep 然后第三个是creep grand growth 那什么叫melting 就是融化的过程 那大家最常看到应该是 冰水共存的这个融化过程 那基本上就是说 这个我的冰吸收了 吸收了热 然后它就会 结构就会randomly 然后就会从固态 水分子的很完美的 有序的排列 变成液态 是random的 那如果你用一个 通常有人就会问我 说老师 那它这个是一个 它这个动力学的过程吗 那就看你用什么叫 它绝对是有动力学的过程 但如果你是用 温度这个状态函数来看的话 你就会发觉在融化 在这个刚刚讲的 这个冰水共存融化过程中 其实我的温度 这个状态函数是没变的 所以你如果 只用温度这个状态函数来判定 它是不是热力学平衡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种错觉 觉得 这个melting process 好像是热力学平衡 不不不不 你必须要把所有的状态函数 都拿出来看一看 是不是所有的状态函数 都不随时间有改变 才能说 它是热力学平衡 因为像这个melting的例子来讲的话 我们就可以明显看到 对于温度这个状态函数 它没有变 但是伤 它改变 对不对 所以 它是一个动力学的process 好吗 那creep呢 creep的话 应该叫浅变 它主要讲的是原子 它是今年累月的形变 也就是说像是什么 像是金属 如果你吊着它 然后它变长 那它拉长 它变长的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原子 原子就是它有一个硬力长 导致原子有长距离的牵引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atomic diffusion的过程 那这个就跟那个 有一个一样 也是一个金属材料 然后你拿那个hammer去敲它 或拉它 然后它变形的理由是不一样 后者那种有硬力 所以产生变形的那样子 你看到的形变 主要是因为插牌的滑影 但这个是原子的扩散 所导致的 那 为什么就是它的机制很重要 是因为我们在材料里面 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看到这件事情 到底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我们才能控制它 像是如果是 它如果是一个diffusion的话 我想要避免它 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要降低原子的扩散 那最简单就会是 把温度降低 或者是 让扩散变慢 因为它是原子的牵引 就让扩散变慢 所以也许你就可以把它 从多晶的材料改成单晶 所以原子扩散速度就变慢 对不对 所以就是了解 这个现象的原因 你就可以用一些方式来避免它 那这是crip 那比较常看到的是什么 像是飞机涡轮引擎的页面 因为它就会 它就会 它就会在高温下面 要这样子转 因为它是叶片嘛 要高温转 的情况之下 它就很容易参生crip 所以如果你要避免crip的发生 的话 就会 会比较建议从 多晶材料 那个叶片就可能需要 从多晶材料 然后 变成单晶的材料 就会比较适合作为 温轮引擎的页片 因为单近的话扩散就比较慢 所以它就比较可以 避免crip的发生 好 那最后一个就是 那在这个crip里面 大家可能会问说 那它driving force是什么 就是 它的 因为你把它掉 刚刚的金属掉 或者是刚刚的温轮引擎这样子 它基本上就在那个材料上面 就会受到一个硬力场 那这个硬力场就会 drive 这个原子 有diffusion的状况发生 好吧 然后最终当然也都是 为了降低系统的能量 好 那第三个例子 也是个kinesis process 就是所谓的精力的成长 那精力的成长 事实上 最主要也是 它也是透过原子的移动 就是所谓的扩散 的发生 那它的driving force是什么 它事实上也是 那我先讲一下 什么叫grand growth grand growth 基本上就是 我的精力成长 所以你可以想见 随着时间增加的时候 我一颗精力 它尺寸变大 所以我同样面积下面的 树木就会变少 所以就可以看到 我精力越来越大 那这个过程中 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会造就这样 我们在一个材料里面 精力跟 就是grand 跟grand boundary 它的能量是不一样 grand boundary 能量比较大 那如果就一个热力学的 能量最低的这个概念来看的话 这个材料其实一开始是不稳定的 它比较稳定的状态 其实是什么 是能量越低 所以能量越低的话 就是要怎样 就在单位面积上面 要比较少的grand boundary 那你可以想一下 怎样的grand boundary 会最少 就我的精力长大 那grand boundary 就会越来越少 所以这是走向 能量越低的状态 所以这也是一个 kinetic process 那它最后还是 minimized system free energy 是走向 是因为要这样 好 那我们讲了 melting creep 跟grand growth 都是kinetic process 这样你应该可以判定它 现在你应该有感觉 可以知道说 怎么样子的材料的系统中 它是一个kinetic process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 回过头来讲说 会影响这个kinetic process的 driving force 跟system inertia 到底要更强细地讲 它们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从driving force 开始 什么是driving force driving force的大小 事实上 它会正比于 偏离平衡的程度 那这怎么讲呢 那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图 作为例子 平衡状态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篮球 放在这个桌上 那就可惜 它是equipment state 因为我发现那里 我观察它所有的状态函数 甚至能量这个状态函数 从头到尾都没变 所以我就可以肯定 不随时定要改变 所以我肯定它是一个equipment state 但接下来我做了一件事 我把这个球 拉到这个平台上面 那拉到平台上面 大家都知道 它得到了这个wain的mgh 然后这样 我手一放 然后就 滚了下来 所以这里就可以知道 我原来在平衡状态 我把它拉上来 这叫做偏离平衡状态 从偏离平衡状态 到平衡状态 这个过程 就是kinetic side 那回到这个driving force 你可以试想 我如果把 这个球拿到更高的地方 那它就位能会更高 得到位能最高 更高 那它咚咚咚下来的 怎样 球会越快 所以它就是 我偏离平衡状态越圆 我driving force越大 就是这个意思 那driving force在这里 基本上就是 未能的gradient 负的gradient 对不对 所以driving force 就是正比于什么 我把这个东西 偏离平衡状态的程度 就会视为 这个kinetic process 这次的driving force 好吧 那什么是system inertia呢 我拿这个反应作为例子 这是一个alpha 变成beta像 那复习一下好了 然后以x轴 一样是reaction的coordinate 反应的轴 中间有一个 alpha变beta 中间会有一个intermediate的东西 它是x star y轴是gips to energy 所以从这张图来看 我就可以确定 alpha变成beta 它是走向能量 系统能量降低 所以它alpha会走向beta 那速度呢 速度就会跟 activation energy 这个大小有关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会说 这个alpha变beta的 kinetic process 它的反应速度呢 事实上会决定在 driving force 就是这个driving force 跟system inertia 就是这个activation energy 或者有人叫它称它叫做transport resistance 就是原则transport的resistance 的大小 来做决定 所以system的inertia 事实上就是在这个反应里面 就是energy barrier的部分 那可以具体举例 像是大家都知道diamond diamond diamond 事实上是sp3的carbon sp3的carbon 事实上在一大体 跟室温下面 它其实是meta-cero 我觉得它是不稳定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 这也是sp3 carbon 这也是sp2的carbon 像是graphite 所以就能量的观点来讲 它是diamond definitely 一定会变成graphite 但是我们 在我们的游升之内 从来没有看到 问题又出在于什么 它这个energy barrier 非常的大 所以导致于 这个反应速度 非常的慢 重视它有driving force 但它的energy barrier existent inertia 还太高了 所以这个反应速度 非常的慢 这就是很典型的 想跟弄学们说 我们在判定 这个kinetive process 的 就是这个kinetive的快慢 process的这个快慢的时候 热力学可以帮你 告诉你说 它会不会发生 但主要决定的 还是这个 还是driving force 它这个是driving force 但这个主要能决定 这个反应的快慢的时候 还是system inertia 那这个时候 大家就问说 老师 那就是这个反应 alpha变beta 这个反应来讲的话 那因为一旦alpha跟beta 这两个项 就已经固定了 它driving force就固定了 那我怎么样 调控这个alpha变beta的速度 就是说system inertia 是不是可以被改变 可以啊可以 就是你可以借由 either你可以借由 什么 加catalyst 来降低 它的activation energy 变成purple这条line 这就是提供 alpha同学 另外一条路径 是energy barrier 比较小的路径 然后让它比较容易 变成beta 所以可以加快 这个反应 或者是 什么 或者是我们让 比较多的alpha同学 拥有比较高的能量 可以克服原来 这个activation energy 所以前者是直接降低门槛 后者是让alpha同学 整体alpha同学的能量 就是alpha同学的拥有 可以克服这个energy barrier的数目增加 这有点像什么 这有点像是那个 就是如果我们要提高过的同学 过才动的同学一样 我可以选择 我可以选择 让你们每个人都变得很厉害 就比较像是这个 让比较多人 就大家的能力增加 或者是我考的比较简单 就是energy 我的那条线 例如说原来是说考70会过 然后就把那个线降到40就会过 也是一种做法 对 有点像是这样 但如果我们就 就是我们过去学的 Boseman的 Messware Boseman的distribution 对于能量温度来讲的话 温度的这个distribution的话 X轴是能量 歪走的话是有多少分子 多少比例的分子 数对不对 所以当我在低温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就是如果我的energy barrier在这里的话 就是我就可以看到蓝色 在低温这条线 只有部分的 少数部分的原子 可以克服activation energy 但当我 把整体的温度增加的时候 就会变成是红色这条线 那你就可以看到 我的energy barrier从来没有变 但就会让比较多的分原子 或者阿爸同学 拥有可以克服energy barrier的 这个阿爸同学 数目增加 这也是一个做法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其实我可以调控 就是我可以用either way 来调控这个kinetic process的速度 那这是一个alpha变β的力 那我们看的是delta 但有没有可能driving force是别的 有可能啊 像是什么 我如果给的是温差的话 那它也可以是driving force 那它drive的就是heat flow 那我如果给的是电位差 那就可能是electrical flow 那我如果给的是chemical potential的gradient 那我可能引发的flux是mass transport 所以其实driving force不全然一定得是delta g 这是能量的观点来讲 但它在操作上面 你可以用是温差 电位差 或者是chemical potential gradient 来作为driving force 那energy barrier就能调控的就是像这个作为例 好 那除了就是driving force跟energy barrier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这整个系统反应是属于串联还是病联 就是速度决定步骤是谁 也是蛮重要的 那在这里的话 课本上提到一个例子 就是像现在这个例子 比如说很多事情就是你需要考虑它的速率决定步骤是什么 像这个像就我像有个冰块 然后放在一个simal isolation的container里面 那它是simal isolation并不是绝热的 所以它其实从外面还是会吸热 然后这个冰块就会慢慢溶解 那我有另外一个case是 我用的是比较大的冰块 但我放在哪里 我放在一个没有simal isolation的container里面 那因为没有simal isolation 所以我可以从环境系的热就比较大 比较多 然后这个时候就会稳 你觉得这个 最终这个会变成水 还是这个会先变成水 在固定一定一段时间之后 到底谁会先变成水 然后这个时候你在你心里就非常的纠结 为什么 因为我面临到的是有两个变因不同 第一个这是冰块比较小 甚至比较大 对不对 然后这个有热觉 有就是有simal isolation 它这个没有 所以我没办法直觉地判断 说到底谁会先融化成水 但是你就在告诉你说 就是这个melting的这个过程 事实上它是我的冰需要先吸热 然后才会变成水 所以我冰块需要多吸多少热 跟它的环境的setting 事实上它会吸到多少热 跟它的setting是有关 所以这也是你需要考虑的 那在这里会是 它叫它叫做transport的limitation 事实上是heat transport的limitation 就是说你在考虑的kinesis process的时候 你需要全盘的了解说 这个过程它到底是谁先谁后 然后这东西到底是什么 所以冰必须要先吸收水 热它才会变成水 所以这个过程就很重要 那它吸多少热 就会看环境的setting 所以这些都是你需要考量的部分 好那这就是跟大家说 就是你在除了 除了很单纯的看driving force 跟energy barriers 你需要厘清 你在讨论这个 我们在讨论有兴趣的 这个kinesis process 是串联呢 还是它属于病联 好不好 那这个怎么样的关系 好然后最后帮大家做一个 kinesis的summary 就是说什么是kinesis 它事实上是我的状态函数 事实上会随时间而改变 然后你需要知道它是选择哪一个path 那你才能算出它这个反应的rate 那什么会影响到kinetics的process呢 的快慢呢 那就是一个driving force 跟我的system inertia of system 就是我的惯性 然后此外还有刚刚最后提到的 你需要知道rate determined的process 是串联还是病联 像就melting来讲 就我们刚刚那例子 它其实是串联 因为它必须要先吸热之后 它才能 它才能融化 所以吸热 吸多少热这件事情 就需要做考量 那如果是什么是病联 病联的话就很像是我们刚刚加催化剂 就是说alpha同学 然后变beta这件事情 我可以加catalyst 然后提供一个energy barrier 比较低的给alpha同学 那但在alpha同学面前 面临到还是有两条路 那从在病点里面 是谁会决定速度呢 在串联里面最慢的那个会拖累大家 在病点里面 大家rate determined的process 就是最快的那个 对不对 好 那这中间又有一个就是 其实这个第三项 基本上是有点remind大家 就是说在温度对于原子能量这件事情呢 是遵循methoware的Bosman distribution 也就是说当我热能越高的时候 并不是所有在这个环境里面的所有的分 所有的原子它都有kT的energy 没有没有 他们就还是要遵循一个distribution 就刚刚画了这个distribution 这distribution我们就叫它做methoware 这个distribution 所以其实虽然我是给它kT 温度是固定的 但每一个原子其实拥有的能量还是不尽相同的 好不好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叫它叫methowareBosman distribution ok 好 然后接下来很快帮大家复识 就是我们的第一节 我们第一节主要是跟大家说 我们可以借由热力学 定义 就是借由热力学的平衡状态 我们定义起起点跟终点 然后kinetics在意的就是 一旦你起起点跟终点定了之后 这个中间从起起点到终点的过程 选择那个路径跟它的速度 就是kinetics所在意 那我们可不可以算呢 可以 我们就基本上就是观察它状态函数的变化 快慢就是它这个 我们就可以算它 那什么会影响这个 发生的快慢呢 就会是driving force跟system of inertia 然后除了这两个之外 你还需要考虑在你这个反应中 它的rate determined the process 它属于串联或并 但不要忘了 因为我们总是要预估这个反应快慢 所以你就要知道它是串联或并 因为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知道 就是说它是串联的话 就是最慢那个拖累大家 所以通常数据决定步骤 就会是最慢的那一个 那如果是定联的话 数据决定步骤 就会是最快的那一个 对不对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第二节 那第二节的部分主要是 跟大家具体的定义equilibrium state 跟stated state 那some more dynamic equilibrium state 其实我们刚刚都已经有讲了 但课本上还是有highlight一些 学术上的定义 所以我们还是画了一张投影片 说一下 就是state function 它事实上是在定义在 热力学平衡的状态 所以之所以可以有state function 就是绝对是平衡状态 那怎么精准的告诉别人说 我现在讨论这个动物状态 就是系统的这个状态 是不是这么dynamic equilibrium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 它在空间上 就是它的chemical potential 在everywhere一定要是一样 所以它没有 它的delta mu是等于0 就是因为它chemical potential 到处都一样 所以就没有gradient 那所以对于原子来讲 它 它也可以eie去 因为它其实没有barrier 没有说不能去哪里 那在这样的系统里面 绝对是free energy 一定是最低的 好不好 所以我们这边有帮大家summer 其实就是前面之前有提到的 那唯一要提醒大家就是 当我的系统走向平衡的时候 我空间上绝对是 没有chemical potential的差异 因为大家都一样 然后就像刚刚讲的 就是因为在每个位置 大家的能量都是一样 所以绝对不会有net 不会有net mass transport 但它们原子会动 但它们的 有多少人往左 就会有多少人往右 所以不会有net的mass transport 然后系统的能量 一定会是最低 那怎么样验证 我现在这个系统的能量 是不是最低呢 就是你只要拉一下 就是你只要改变一下 这个系统的状态 然后看这个能量有没有增加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是不是最低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 any movement will raise the free energy of the system 好 那为了要确认 测试一下大家 是不是真的了解 生活dynamic equibium 这个概念 所以我就举了一个例子 让大家测试一下 大家是不是可以 然后把它的学术上定义 放在右上下 我给大家一个例子 希望大家可以回答我 我现在有个材料 然后它有凸面跟凹面 这个材料 它有凸 也有凹 那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原子呢 它在这个 它在曲面上面 不管是凸的或凹的 它的能量都不尽相同 那这个能量是怎么样 这个位能是怎么样 等于什么呢 那A原子如果站在这个 凸的地方的话 它的能量就等于 μA零子的会是 A原子在 同样的材料 但是是平面的情况之下 它的chemical potential 然后再加上一个extra的turn 那如果在凹面的话 就是减掉这个extra的turn 那这extra turn是什么呢 这extra turn包含γ 就是Service Energy Omega Atomic Valor 然后后面的kappa1加kappa2 就绝对这个kappa 指的是 我们在描述任何曲面的时候 我们都用它的正交轴 来描述它 所以通常这个kappa 它就会是半径的倒数 但你就会从这里找 我的A原子 它的位能 基本上是一个μA零 加上一个正的turn 因为它已经有用绝对值了 然后如果这个A原子 它在这个凹的地方 它就减掉这个turn 所以可以明显知道 这个的位能比较高 这个位能比较低 对不对 好 那我就稍微描述一下这个材料 就是一个有凸有凹的这个材料 那我可以问 在这个状态之下 现在这个系统有达到热力学平衡吗 所以这时候就问 它在空间上 这个chemical potential有一样 这里明明就比较高 这里就比较低 所以这答案其实蛮明显的 在这个材料上面 事实上它没有 这个材料不是热力学平衡的状态 那还有drive force 它drive force就是这个 位能的gradient 所以导致于这比较高 这比较低 所以原子会从这里 就move到这里 会有个flux 所以这里会越来越没有这么土 这里会越来越没这么凹 然后最终 这个系统绝对走向 能量越低 最低的状态方式 所以最后它会 它变成热力学平衡的时候 一定是它变成平面的时候 所以这就是一个横点弦力 然后接下课的时候 同学问 那老师老师 这个你在讲的是 drive force 那system inertia呢 就这个材料来讲 这材料它从头到尾 它的energy barrier也没有变 因为我应该 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固定温度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就是它产生 扩散这件事情 我只要固定温度 基本上这个材料的energy barrier 都没有变 所以system inertia 在刚刚这个 service planization 就是它原子移动的过程中 其实它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变 所以在这个系统 我们刚刚讲的过程中 是driving force在变 但energy barrier没有变 因为这个材料 energy barrier就那样了 我没有加catalyst 我环境温度也没有 真高的情况之下 energy barrier 它system inertia 应该是没有变 但你可以试想一下 如果有另外一个系统 它实际上是没有这么 没有这么突 也没有这么凹 所以它driving force就相对比较少 所以其实就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区分 如果有个系统是 一个材料它是没有这么突 也没有这么凹 那这个转运 force就相较于这个 就会比较小 对不对 但在还是那一句 就是energy barrier在这里 其实都没有变 对不对 好 那 那今天的课就上到这